在辯論過程中,明顯見到大部份議員都傾向支持 需要調查和跟進沙中線涉嫌造假的一時 其中建制派議員有提到為何他們不支持 原因是認為由特首主動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更加之大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要等一等才給他們提請 我的要求是非常簡單的 雖然在內會被否決了,但是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我們還有機會在大會提出透過P&P去獨立調查這個涉嫌造假的事件 我估計在會期以至行政上,如果我提出申請的時候 就大概會在七月初會在大會投票 究竟我們立法會會不會是成立 即根據P&P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換言之,即是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是被林鄭月娥作出考慮 究竟政府以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 會不會主動調查現在港鐵當中涉及的一個偷工減料 造假以至甚至可能涉嫌不施一些刑事的犯罪 譬如可能是有這個製造或者涉嫌使用一個虛假的文件 又或者是可能是背後更有一個刑事的串連或者串謀的事件 作出詐騙去欺騙政府或者局方有關的工程 這些等等都只是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因為如果我是提出的時候 應該是七月初就會提出的 所以希望的就是說 在下個禮拜 林鄭是會是 所謂的開城報公 向公眾作出交代 由政府主動去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是無論結果如何 我都是會考慮的就是說 在七月初是在立法會大會 是由我們去提出PMP 是去調查當中 港鐵的沙中線是否適合造假的一件事 是這個大致上這樣的說法 OK吧 不夠各位 不夠不夠